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最近急需买一些秋冬装 否则我连门都出不了 挑来挑去最终我选择了优衣库 虽然我一直都很喜欢优衣库这个牌子 因为它家质地实在是太舒服了 而且价格便宜 这么便宜的价格用了买到那么好的质地 确实难能可贵 但是它家的款式实在是太平淡无奇了 就让你看了之后不知道该怎么搭配 让你觉得好像优衣库这个牌子 只能买一些打底服和家具服 而且最雷人的是 优衣库它自家模特穿出来的 那些衣服的款式搭配和颜色搭配 也看着让人觉得没有一点点购买欲望 但是最近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穿衣达人 他们竟能把平淡无奇的优衣库穿出时尚感和高级感 正所谓高手在民间经他们搭配之后的优衣库 让你都怀疑那还是优衣库吗 那还是款式平平毫无时尚感的优衣库吗 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简直太美了 看了他们的穿搭之后 一时让我心动不已 竟然忘记了照片与现实的差距 普通人与超人去网红的差距 微胖的人与亲信苗条的人之间的差距 妄图以为自己只要教着他们的搭配方式买上几套 穿起来也会跟他们有同样的效果 但事实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我们接着看下去吧 首先是这款气氛绣半开领衬衫 面料主要是人造丝和迪伦 所以手感摸上去还挺舒服的 这款衬衫一共有四个颜色 我照着穿衣达人的照片选择灰蓝色 那我穿上去会是什么效果呢 一起看看吧 第二款是这条风情裙 面料主要是迪伦和伦造丝 所以手感也挺舒服的 购买原因是因为我看到网上都说这条裙子版的 上半身无论是穿衬衫还是卫衣或者针织衫 感觉都能跟这条裙子毫无违和感的搭配起来 脚上穿运动鞋或者是单鞋也都可以 首先我用刚才那件灰蓝色的衬衫搭配了这条裙子 大家觉得效果怎么样呢 我看到有人评价说这条裙子穿上去会显得跨非常宽 经过多番研究调查之后 在网上我看到一条穿这条裙子很好的建议 第一一定要把原本是左右方向的两端 调整成前后方向来穿 否则会显得同为特别宽 第二点我建议身高和体重跟我差不多的妹子 在穿这条裙子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腰线 否则你会看上去特别矮 第三件是美丽卢圆领套头正式衫 第三件是美丽卢圆领套头正式衫 面料是100%羊毛的 号称可以积极 我买的是这个偏暗的绿色 感觉跟图片还是有一定色彩 那我们来看一下穿在身上是什么效果吧 我们先搭配的是我买的这条灰色的红线裙子 感觉整套的颜色比较安全 我们换一个亮一点的下红线裙子 现在我搭配了自己的奶白色的红线裙子 透明裤子 你把你把小火也不是特别好 抓起来的 接下来是一款美丽卢圆领开衫 面料也是百分之百名羊毛的 我在网络上看到有大量的穿衣男人推荐这件 尤其是水蓝色粉色和婆色 那我来试试穿上身的效果吧 这些我买的是颜色的码 面料也是颜色的码 穿起来感觉还是挺舒服的 就是颜色吧 我感觉没有我在网上看到的那么明亮 不过这个颜色配浅色的下妆 整体看上去还是挺新装的 应该是否春景 我还照着照片的样子买了一款白色的打底衫 我知道是不是我的这条裤子没搭好 穿起来有一种 不是特别好看的感觉 有一种大妈的感觉 你把这个拉出来之后 你感觉特别像大妈了 不知道是不是已经买搭了 我们花一个下半身吧 现在我搭配了一条森灰色的虫鱼 加盐的是去年碗的 感觉也没有好很多 最后这一件是姚立荣两番套头衫 面料主要是秦伦和沾线 手感摸上去还挺舒服的 领着这儿要加厚 这条铅底裤也是用面裤的 这里非常舒服 但是我还是不太介意身高 跟我差不多只有1米62左右 然后腿用特别纤细的人去买这条裤子 这条裤子会显得这边胯两边的肉腿 腿特别舒服 你看我穿上了黑色 还是显得腿挺舒服的 穿一点长脸的外套 没支援一下 这样会不会好衣服 好了 所有的衣服我已经穿搭完毕了 说实话第一次一口气购买这么多优衣裤 优衣裤的优点就是 它的面料非常非常的舒服 体感非常好 还有一点就是 哪怕是同样的款式 优衣裤也能做出各种各样的颜色 我想这也是那些穿衣达人 喜欢拿优衣裤来进行各种穿搭展示的原因吧 然后说一下我这次购物不满意的几件单品吧 第一件就是这条黑色的铅笔裤 这条铅笔裤 优衣裤也做出了五六七八种颜色 这条裤子我不喜欢的原因 纯粹是因为我的腿型不好 然后显得胯两边非常宽 但是这条裤子穿起来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如果你是那种腿很纤细的那一子 那我真的是强烈推荐你去买 不仅是买一个颜色 你可以把你所有你喜欢的颜色 通通都买了 物超索值价格便宜 然后真的超级舒服 你冬天可以套在那种宽大的上衣下面 宽大的毛衣下面 然后套靴子它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裤腿这里非常非常瘦 非常非常紧 然后第二件毛衣满衣 就是我身上这件里白色的出名裤 我穿上去有一股老气的感觉 并没有网络上那些 我们那些穿衣达人们穿在身上那种 很干练 很通勤 很OL的风格 然后第三件我想说一下 这件墨绿色的金字衫 这件毛衣本身质地是非常舒服的 但是它的颜色就显得有点暗沉 没有图片上那么好看 当然皮肤白的妹子穿上衣也这么好看 不过皮肤暗沉的妹子还是不要买这个颜色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副内容 你对我买的这支套衣服和穿衣搭配有什么意见呢 欢迎留言或者是发弹幕告诉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个赞吧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